记住,我们要往板,不要往框,往前,记住我们是保持力量核心,一二弹起,往上放,明白,担住,往上放,行不行?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灰了,说了很多骑射球,今天我们说一下,又是这个球场做出的,惊讶了很多观众的就是,要立刻离开他的圈了嘛! 放高板了,放高板,好了,我们今天会讲怎样可以放高板,但我们首先知道,为何我们要放高板,避过个蓝带,我们避过个高大的中锋,是不是?当然不是啦,最重要是型,重点是放得型,你那天很高大吗? 除了有型之外,重点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放篮空间,你必须要知道作为一个后卫,我先讲后卫,因为我自己本身后卫,作为一个后卫,你越远可以射到球,你越远可以放到篮,你的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不用直接面对蓝带的高度, 所以我这个年纪,我会选中距离投篮,在我球员年代,我都是经常使用中距离投篮,2Motion 现在都会的,现在我打球经常射中距离的,只不过以前我们跳投,现在我们是什么? step back,拉环,是不是?一样狂得分的,基本上我觉得在中距离,如果你作为一个guard,point guard也好,shooting guard也好,只剩下后卫也好,不要放弃你的中距离,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是完全放弃了中距离, 打半场你没有射中距离,但是打全场你没有射过,你不会射的,现在打全场的小朋友,只是射三分和走蓝底而已,我教我自己的小朋友,我都说你必须要拿中距离,我经常跟我们的学生说就是,K.Thompson,你会见他入五、六球三分,那场就拿三十几分, 那是哪里来的?就是中距离吗?说远了,我们今天是讲走蓝的,我们讲如何对抗这个高佬,对抗蓝底,我们先讲如何放高板,放高板我们必须要知道用什么力量,整个手臂加手腕,有很多人会变成用手指,因为我们见Kairi Erwin那些是手指的,为什么他可以用手指呢?因为他跳得很高, 你会不会跳得很高,你会跳得很高?如果你是粘地下的话,你用手指会比较难控制的,我们记住,我们是整只手臂放,你记住我们是放,我们先要练习一件事,我们要练习一个稳定地放蓝的角度,假设有90度,都是90度,45度都可以的,其他的地方就可能会比较乱一点,因爲你会跳得很高,你会跳得很高,你会跳得很高?你会跳得很高?如果你是黏地下的话,你用手指会比较难控制的,我们记住我们是整只手臂放,你记住我们是放,我们先要练习一个一个稳定地放蓝的角度,我们先要练习一个,我们先要练地 你的法力会比较难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要练习一个技巧 就是左手往上 右手放上去 歪了 要左手跌下来 只手不动 跌下来 练习好 过拢 你要用手指 所以下下过拢 不要用手指 因为你用手指就过拢 左手不动 炮 它真的跌到手上 即是连碗都不动 其实不是很需要用碗力 好了 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练习 我们一般走篮很少会在一个框正中间 因为正中间是属于 正中间 是属于哪个走篮的 正中间 Jordan 不是Jordan 是属于一个入津的人 入津的 明白吗 我们走篮经常性都要经过一块板 所以我们一般是向着一块板走 有很多人会误会了 向着框走 明白吗 大家可以详细看上篮常犯错误里面 阿豪连炒八球 那一天就是 大部分就是 身体向了框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向着一块板放篮 明白吗 明白吗 为什么我们要举着这只手 就是因为 当我们走完块板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的身形就是 我们这只手 就是作为你的波 波 跟框 中间线的量度位置 波 到框 中间线 你练习好 放在左手上 你就练习好 你就练习好 放高板 你不是在左手下跌下来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放 对 对 左手下跌下来 放 入 是否很神奇 再来试一下 是不是很神奇 再来试一下 是否很神奇 阿浩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 因为你说 看着中线 不是 你不是看着中线 你记住 大家看的角度 一般都没有炒的 你没有错的 看而已 怎么会错呢 错在哪里 你放不到 你刚刚就像阿浩 那样 你不是就是 我要放那点 但是我扭歪了 你并不是放到左手这一点 就是这样 是不是 这里才是中线的角度 所以我们是 向上放 明白吗 我们是 向上放 在左手上 你就放到高板 对不对 明白吗 大家 是你 你记住 是你放的角度 歪了 所以 我就是说 你不要打算用手腕力 不要打算用手指力 是 你要练习这样 练习这样 练习这样 当你正中间 踩上去的时候 就算有人 保住 我们亦都可以放揽 亦可以保护自己 保护一个 上揽的空间 不是压到板 不是放到球 而是 放上去 左手的上方 可以吗 阿豪 你待会就试一下 DRIVE进去 然后 左手升高 放左手的上方 可以吗 准备了 阿豪又有问题 对不对 先问一下 我用手腕 就会令它 大力了 那为什么不用手腕 又会刚刚到到位 因为你不用手腕是什么力 下 上 对不对 你用手腕是什么力 是脱手 明白吗 你是脱手 我们什么时候用手腕 我可以示范 什么时候用手腕 跳到很高的时候 我就用手腕 虽然 我外面都是地板楼 地板楼 选手 但是你是要很近的框 跳到很高 我们就 手腕滴一滴滴 滴滴滴 我以前可以的 现在不行 我活在想象之中 你试一下 你跳在框里 你可以用手腕 跳在框里 对 是不是 因为手腕的力量 是最小的 你看到的籃球最多是甚麼? MBA,你有沒有見到亞洲人? 那個 摩托拉比 你看到的都是很有爆炸力,跳得很高的黑人選手 他那麼高,他當然是手指,當然是用手腕 學我啦,地板流啦,索性 明白,試一下吧,我們走進去,我們走進去的時候,我是假設有人block你 記住我們今天為甚麼要用放高板,除了有型 就是你要面對一個比你高的人 所以走進去的時候,你的肩膀是要保護自己 身高,放上去左手的位置,準備,Go 對了,Good,差點而已,再來 剛剛阿豪的走纜往前,有少許中前 感覺到嗎? 看著,我們是擔住 向上放 拋下去,明白 擔住,向上放 明白嗎?向上放 不要壓歪了 記住,我們要往前放,不要往前放 記住我們保持力量核心,一二彈起,往上放 明白,擔住往上放,行不行 再來多球 就算斜一點角度,攝住1、2,向上放 明白嗎 是否很難嗎 向上放,所以我們一定要練習好 放這裡 即是肩膀走先擔住 對,不要蹤前 後蹬 Go 是,Good 可以嗎 可以嗎 舉著手,往左手放 左翼哥 壓 壓住 對,Good 明白嗎 你這隻手可以保護,別人不能打擾 另外,可以拿來量度位 一舉兩得 沒有向上,好像向前,壓下去 其實你剛剛在跳這邊 身體在往上 所以你輕微向上放,球都會上 都會往上放 保護位置是放在這裡還是這樣 拉開 對,拉開 重點是,攝住 拉開 手腕,不要完全勾手 我建議手腕呢,是向前一點的 因為,這樣才能放到左手 明白嗎 放 明白嗎 這球做得不好 向前一點 放 明白嗎 手指往前一點 大約這樣 行不行 再來,試一下 如果我要向這邊 一般左手大波 壓 Cross 壓著,拉開 往上放 Good 放得好漂亮 好漂亮 放得好漂亮 沒得block 又有型 英俊 英俊 你很漂亮 打球你很厲害 我沒得玩 碰了個明星 這麼巧 明白嗎 可以嗎 你左右手都是這樣練的 先練熟的放高纜 清不清楚 但你要記住有一個情況 經常講的 不要在45度走過來 走過來 你擋不了 是不是 擋不了 不能擋 你不能擔住 敵人 所以你如果45度走過來 想清楚 Harden在45度走過去做什麼 入瓶 Harden在45度走過去 入瓶 歐洲浦 是比Ideo 那我們 我們不可以45度走過去 我們初學籃球 就45度走過去 記住 如果你真的要45度走過去 而你要面對高佬 高佬等我 你就是 向板邊 向著板的邊 衝過去 然後其實是 明白嗎 他才會擋不到 你 千萬不要向礦 因為如果我們向著礦 你就直接面對他 你就 怎樣都不能放到 下手不能放到 上手也會被他撞 我們向著板邊,這條板邊,我們向著板邊,向著這裏,你都還可以摸摸的 明白嗎?但是記住,如果這樣的情況,你45度吸上去,我們放的位置就不是放左手,因為我們直接摸摸,我們就是放在圓圈的右邊,板邊,中間線,上方 記住是touch,touch the board,不要太過用力,壓,通常你會變成這樣炒的,明白嗎? 我沒見到豪,試一下吧,右邊,擦高板來看看,壓,good,但是太慢了是不是? 你要用力,你要記住,你要用力,即是我們要DRIVE,1,2,FOLTER 不要不用力,不用力的FOLTER是假的,我們怎樣可以拿回自己向前呢? 推前,後燈,挺起,放藍,可以嗎?試一下,不是,這個是前踏,這個是前踏,後燈,後燈向前 好了,我們練習最後一個練習,我們怎樣可以練習後燈呢?看著,這個球,第二下,FOLTER DRIVE 第二下先蹬前接球 你看這個中前,站定,站定,踢兩下 蹬,不,都是中前,你看到你這個人都是先蹬前 我知,我知,我知,你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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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後蹬,不行,都是中前,你這個人都是中前 但是,阿豪,他夠年輕,肌肉力量,我不行 我中前,我上不回籃,我站不直 OK,一,左腳向後壓 對了,Good 明白嗎?你這個人就是停 試試衝前,後蹬,最後一球,衝前,推前 你現在可以放得很漂亮,高板,覺不覺 對,因為放慣了,放慣了 OK,好了,希望你也有這麼帥 OK,今天,完